关注阿中 做饭轻松 大家好 我是阿中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蒸米饭的技巧 我们在家人人都会蒸米饭 但是米饭怎样蒸才好吃呢 今天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好 下面我们首先先把米掏洗一下 第一步 我们首先是洗米 在洗米这个环节啊 大家有许多争论 我们到底米洗几遍是最好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家里面蒸米都是洗一到两遍 有许多家庭一般都是洗一遍 好 在这儿我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洗米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是洗两到三遍 绝对不要超过三遍 超过三遍的话 就会破坏大米中的营养物质 好 现在我们首先洗米 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第一遍洗米是搓 一定要搓搓大米 就是给大米做个按摩 它舒服了 生出的米才更香 更好吃 好 第一遍大米是特别的燥 大家看一下 米汤是特别的白 好 这个水啊 我们不要板 留着浇花 洗脸都可以 非常的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洗第二遍 第二遍大米 我们就不要再搓了 因为第一遍大米已经溅水了 再搓它就容易碎 容易破坏大米中的营养物质 好 第二遍我们直接洗一下 好 我们把第二遍大米水倒出来 好 我们再淘一遍 好 你看第三遍大米水都已经泛清了 还有一点淡淡的颜色 还有一点淡淡的颜色 我们把第三遍的米水碰出来 好 里边还是有一点水 我们加水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 这个大米里边是从水淘的 里边有积压的水 大家看一下 这个米 精英稀透 我们现在加水 加水如果我们把握不住量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家里边蒸米都是入碗碗 像这样的碗 一碗米加一碗半水 相当于米和水的比例是 大米一斤要加一斤二两的水 如果家里边有老年人的话 不喜欢吃有劲道的大米 那么我们就加一碗半水 或者是一斤大米加1.5斤水 或者加1.6斤水 家里边有老年人 这个比较适合 好 今天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吃劲道一点的 我们就加一斤米 兑1.2斤水 粥米的水也是十分的有讲究的 我们自来水的水 一般都是属于碱性 那么我们用什么水 蒸米饭最好吃呢 我们就选矿泉水 好 我们这是两碗米 那么我们就加 两碗米是加三碗 因为我洗大米的时候 米里边有水 所以说我们加两碗半 就可以了 对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我们洗米的时候 里边有残留的水 所以说我们相应的 也少加一点 两碗米 我们就加两碗半水 如果我们在家 肉碗把握不住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把米加进去之后 用手 这样凉一下 刚刚到了十只的第一个关节处 这个地方 米是刚好 如果满过第一阶的话 米是蒸的是稍微偏软一点的 这样就可以了 大米我们加过水之后 不要急着去蒸 要先浸泡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 这样让大米充分的吸收水分 这样蒸出的大米 炸的大米充分的 炸的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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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